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撒末尔记上》第十三讲 大卫向扫罗自白 经文在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 大卫击退了费利斯人 基伊拉是在杜兰的南部 是犹大的一个小城 也是大卫的本乡 大卫的人后性情 促使他去拯救一般受费利斯人攻击的朋友们 但是他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呢 在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 恶人终有恶报 当神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 那场战争就已经打赢了 虽然费利斯人的数目是那么庞大 但是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大卫在采取行动以前 是先借着祢比亚他带去的乌林跟土民 来寻求神的指示 他听到神的指示就照着行 我们也应当在行事之前 花时间寻求神的指示 这胜过区域从基因 这位曾经帮助大卫 击负费利斯人的神 本来可以在基因拉保护大卫的 可是神却要大卫逃亡 也许如果他留下来 扫罗就会把整个城都消灭了 于是大卫就带同他的随从 一起逃走了 扫罗听到大卫进入到有门有酸的城 就以为神让他随意去对待大卫 他一心一意想要杀大卫 把一切的现象都当作是神悦纳他的计划 叫他采取行动的御事 假使他清楚认识神的话 就会明白神的意思 不会误判情事 以为神同意他去进行谋杀 约纳丹这一个胸襟广阔的 大卫最好的朋友 约纳丹又一次表现出 他与神是相通的 他就往森林里去见大卫 使他依靠神得以兼顾 两人更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神知道大卫的需要 于是就拆派他的最好的朋友 来兼顾他了 虽然扫罗口中说了许多 敬情的话语 比如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但是他却显示出来 他有不良的动机 因你们故序我 其实他心中想的却是说 是你们给我机会去杀害这个无辜的人 同样我们也会在言语当中用了许多属灵的名词 然而内容却是空无一物的 大卫的处境转捩点 大卫现在可以说左右扫罗的生命 后来在扫罗的第四次追捕当中 大卫也得到杀死扫罗的机会 尽管大卫是弱者 但是由于神同在 却可以左右强者扫罗的生命 想这样与神同行的人 软弱中也可以刚强 隐机敌洞事件 明确地显明了扫罗的行为是错误的 通过这件事情 扫罗也暂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承认大卫的王权 因扫罗是被神的权威所立的君王 大卫没有害他的生命 大卫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 在任何状况当中 就认定神的旨意和权威的典范 扫罗动员比大卫的军队多了五倍多 常备军的兵力来追赶大卫到隐机敌的旷野 表明了扫罗下定决心要去消灭大卫 但是在全能神的保护之下 对大卫来说 强大的军队根本不能够奈他如何 也就是没有办法去对付他 三千个精兵 大卫仅仅只有六百个乌合之众 是扫罗军队的五分之一而已 扫罗进去大解 这个大解是指方便比较委婉的说法 那么这句话除了上述的意思以外 也可以说休息或者睡觉的意思 那么既然追赶大卫的扫罗在洞的一边 正在方便的时候 暂时做着休息的意思 同时因为那个洞里头很暗 扫罗处于身手不见五指黑暗的当中 而隐藏在洞里面的这个大卫 一行人却能够分别出来扫罗 因此在扫罗出于无防备的状态之下 休息的时候可以割他的衣镜 跟随大卫的人所说的耶和华的应许 或见到已经有杀扫罗的机会 大卫既然已经受高为王 应该可以去摧毁一切反对他的力量 大卫有好几次这样的机会 都放弃没有使用他 因为扫罗乃是受高的王 那么绝对不可以只问目的 而不择手段 要达到高尚的目的 应按照高尚的途径 也就是不可以用暴力 暗杀等手段来取得王位 这个是不可以的 照神的方法来实现神的旨意 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的 那么这个试探可真大了 扫罗得到大卫的怜悯 虽然他曾表现出残暴 并且打算来杀害大卫 可是大卫却顾念扫罗 仍然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没有杀他 一个真正的信徒 无论男的或女的 在处理各样事情的原则上 对于神禁止这样 这个信念是应该肯定 而又毫不怀疑的 在扫罗与大卫的纠纷当中 明显是扫罗的错 为此大卫十分的矛盾 他屡次挣扎 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然而最后还是让神 去为他争这个公道 今天我们常常听说 假如我们要得到公平的待遇 就必须自己运用武力 和强硬的手段去争取 其实在基督徒来说 还有很多更好的办法 我们不是看见大卫 因靠着神而获得更好的结果吗 要是我们能够冷静地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 总会比我们很鲁莽的自己瞎闯来得更成功的 听到大卫的申诉之后 扫罗就放声大哭 说出类似悔改的话语 撤回军队 但是我们参照下面的事实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扫罗的悔改并不够真实 第一 他没有坦白地承认自己的罪 第二 他侥幸自己从被害的危险当中 奇迹一般地来得到平安 只从人的角度向大卫来道歉 第三 承认大卫的王权 但是后来还是追赶大卫 因此 因一瞬间的感情冲动而做的悔改 不是彻底的悔改 大卫是因着敬畏神而服从扫罗的权柄 但是扫罗因为违背神而被神厌弃 他就只有作王的地位 而没有了作王的生命 所以神不印证他的权柄 不是大卫不服从 乃是神不印证 所以有一天 神还得把扫罗打倒 摆在另外一边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谈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